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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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減肥只能痛苦的吃 沒什麼味道的水煮青菜 其實燙青菜也可以很有味道喔 今天我們請到了Pettie老師 來教大家如何做出 健康美味的青菜料理 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 高湯燙白菜豆腐 我們先準備的是昆布高湯 用小火煮到沸騰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柴魚片 一煮開的時候就可以熄火 等柴魚片完全沉到鍋底的時候 我們用濾網把湯汁給濾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柴魚高湯 在濾柴魚片的時候 不要擠壓柴魚片 不然湯汁會變得很混濁 接著我們搖一些高湯 跟薄鹽醬油調和 這就是我們要的淋醬 我們再把我們的柴魚高湯給煮沸 然後放下切斷的白菜 等白菜熟了之後撈起來 然後擺進去生盤裡面 再放上切小塊的豆腐 淋上淋醬 擺上柴魚片 這樣子就完成囉 青菜配豆腐 只要多一點變化味道就不一樣 減肥才不會那麼快就破功喔 推薦給大家試試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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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